透過中部水域的填海 是在郊爾州和喜寧州 這裏是透過填海 現在估計的填海面積是1700公頃 可以做的住宅單位是26至40萬 公營房屋將會佔七成 因為符合我剛才說的 新增土地70%會用來興建公營房屋 這些經濟發展成果或多或少 都是同一個更加積極有為 亦都願意為香港投資 願意做促成者、推廣者 做很多政府對政府對接的工作 而得來的 所以如果現在我們開始怕 就淪蝕一些錢 不去投資、不去做大個餅 對香港的未來 就是完全不是一件好事 但你說這些錢是否我們負擔得起 我們當然負擔得起 因為雖然財政司司長說 他會配合我的施政工作 但其實我在施政報告裏 每一個要花錢的項目 是經過內部評估的 你也知道內部 每年到暑假 有一個叫做資源分配的工作 是資源分配的結果 但當然到了明日大嶼 因為它這麼長遠 今天沒有可能來做基建的評估 但大家不要忘記 在基建方面 我們今天已經每年動用一千億 但這一千億會隨著工程完成就停 所以它其實是更加需要有新的工程接得上 而去避免出現建築界經常救病 那種飽死和餓死的現象 所以基建的長期規劃 亦都不應該在眼前受到 很大的財政考慮而影響 既然稍為等待 去有一千億 會 1千億 駕掉 8% 好